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名是Dr. Lee 李博士 我来自槟城大三角 现在我住在周佛州集园 首先欢迎大家加入我的新课程 Dr. Lee's Method Revision 温习的一个课 38天的挑战 就在我还没有进行现在的这个新课程 我其实呢都在教我自己的书 所以当初我出这本书的时候 是我写的也是我出版 那个时候呢我就挑战买着 38天里面完成这本书 所以它才叫做38天的挑战 我本身也接受这个挑战 我本身呢在60个video 教完整本书 因为我虽然接受的是38天的挑战 但是我没有办法教得完 我有一些课需要5到6个video才教完 所以最后拖拖拖拖到差不多两个月 没有少过60个video 然后呢教完了以后呢 教完这个38课 我现在决定呢 在第二回合 教回里面的38课 不过它的题目 这本书 还有你看到在白版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对于那些人有买这本书呢 你就有第二个机会 来做同样的这个题目 因为这个38课题目或者38课 它是语法最重要的 你不能够不学 你也不能够说 哦我已经是学过了这个38 这种38样的课 我学过 因为level 1嘛 有些人认为level 1是学ABC 所以他认为说 哦都学过了 但是你在level 2 这个38课也跟进level 2 你到level 3,4,5,6,7 它也跟到底 所以你记得你当初小学都有学这种 Ali's back My sister's card The dog's tail 你学过的 你到中学也学啊 你到高中也学 你在大学也有学啊 大学简单 My lecturer's card 你是不是在学possessive nouns 所以说 这38课呢 是不能够不学的 然后呢 它会跟你跟到最后的一个阶段 那 唯一的可以跟你讲就是说 当你到第二个level 第二季 第二个程度 这38课也跟到底 不可能有加新的几个 不同的那个topics 题目 level 3也是一样 这个38课也跟到level 3 然后再加多几个 总来讲 这38课跟你一辈子 OK 但是题目你会发现到 它会越来越深奥 会越来越挑战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很稳固的基础 才能够去应付未来更深奥更挑战的题目 所以我才决定 我做的这些video呢 对于有买书跟没有买书都是一样 目的是一样 大家可以多一次的机会去学 最重要的38课 这个是我主要的目的 然后呢 你看到我的教法也不一样 当初我在教这本书的时候 我天天好像在追车 追把式一样 我一上网我就拼命的教 一定要完成里面的1324课 一直在追课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 现在我没有追任何东西 我只是复习 所以我就出系题再摆板 比较放松一点 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有给功课 所以每一堂课 我上我都会出功课给大家做 所以无意中你有的餐饮 你不会觉得很 只是挺而已 你有机会去做 做了你会期待新的一课 因为你想知道你之前的功课 做得对还是不对 然后又可以学多好 所以这个是上一个video我们做的一课 叫做possessive nouns possessive nouns 来就有s的你只是放 apostrophe 5.3 OK 比如这个阿里的帽子 阿里's cat brother是一个 brother's cat 就是apostrophe s boys多 girls多 所以他的后面 s的后面 他本来就有s 所以他的后面 你就放一个apostrophe 爸爸一个 所以apostrophe s father's cat 朋友一个 friend's cat apostrophe s 所以一个就是apostrophe s 多个就是 本来有s 所以你只是加一个apostrophe monkeys本来是多 rabbits也是多 本来就有s 所以你要写代表的 你只是放apostrophe在后面 man一个 所以apostrophe s 这个man是多 men 没有一个字叫做men s 所以如果里面已经 已经改掉给他变成多 好像man women 你不可以放apostrophe 因为apostrophe要跟s的 在他的前面 那你加men 你加s apostrophe不是变成 原本的字是mens 就是没有这个字叫做men 只有men 所以man也好 men也好 你的答案是apostrophe s OK cat 一只猫 所以apostrophe s parrot 一只英武 apostrophe s john是一个人 apostrophe s irwan也是一个人 apostrophe s pupils本来就有s 的就是多 所以你后面加一个apostrophe bird store bird store 所以他本来就有s 你加一个apostrophe 在后面 代表的 cousins 我画信给你看 本来就有s的 代表很多谈或者表弟表面 所以你加apostrophe s 啊加apostrophe 在s的后面 那跟brother是一个嘛 所以你要放 apostrophe s 所以呢 this is ali's cap and that is my brother's cap ali的毛 我弟弟或哥哥的毛 those are the boy's shoes and these are the girl's shoes 男生的鞋子 女生的鞋子 多 如果多 你只是放 apostrophe my father's car broke down so he had to borrow his friend's car 爸爸一个嘛 所以爸爸的车 apostrophe s 朋友的车 一个朋友 所以也是一样 apostrophe s the monkey's tails are long but the rabbit's tails are short monkey's多 所以s的后面 放apostrophe 代表the rabbit's也是多 所以只是放 apostrophe 来代表the 所以 猴子的尾巴 兔子的尾巴 that is the man's motorcycle and those are the man's bicycle 不管man 还是man man man是一个 man是多个 你的答案 apostrophe s ok 记得 所以男人 一个男人的 motorcycle 很多男人的脚车 my cat's bell is cute and my parents' bell is also cute 一只猫 的重 0000 在那个井那里 parents' bell 所以一只猫 apostrophe s 一只银幕 也是 apostrophe s John's uncle lives in Kelantan but Irwan's uncle lives in Kelantan John 一个人 apostrophe s John 的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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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usus Irwan 一个人 Irwan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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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usus 你要放 apostrophe s the people's parents are waiting for them at the school gate 很多学生 所以他本来就有 s 那你的 要放一个 apostrophe 在后面就行了 太表通 these birds' feathers are colorful but those birds' feathers are not birds本来就是多 两边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的后面放 apostrophe 代表 the neo the 那个feather 是他的毛毛 my cousin's toys are expensive but my brother's toys are cheap 这个cousins本来有s 就是本来就是讲多 所以你只是放 apostrophe 不过brother 那里只一个罢了 所以你要放 apostrophe s 代表 the 这个是新的功课 ok 例子 this bag belongs to city 这个bag是属于city city是一个人 所以你要放 apostrophe s this is city's bag 这个就是city的bag 同一词 这边是多 these marbles belong to the boys 男生的 玻璃球 所以boys 本来有s 你后面放 apostrophe 就行了 ok 所以我的课 也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课 记得给我一个like share和subscribe 然后呢 我现在在进行当中 新的网课 speaking writing和grammar 10月 1月10号开始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参加的话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参加的话 就记得whatsapp给我 我们下一个video见 就会不会再生气 所以我会开始 我现在在进行当中 我现在在进行当中 如果没有兴趣参加的话 我现在在进行当中 我们下一个课题 我觉得我一直在进行当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